主席邀請部長 江維好 部長好 我想先請教一個 這個應該是時事的問題 昨天的報紙有寫說 蔡英文主席預定年初要訪美 因為無法提出具體兩岸政策 而被美國打槍 所以計畫只好延後 然後我們涉外人士說 美方派人傳話 可接受綠營不提放棄台獨或九二共識 那這個 希望蔡主席能在一個中國的論述上 提出兩岸政策 讓蔡自己阻述 這個所謂的 涉外人士 當然我不清楚啦 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美方是怎麼樣看這件事情 你們的了解 不 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您剛剛講的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我知道這一次 這個美國眾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Ed Royce到台灣來的時候 事實上他有跟朱主席 跟蔡主席都有見面 那蔡主席也有提到 他會到美國去訪問 在事當的時候 那我相信美方對這個是有預期 可是至於您剛才提那個部分 真的我完全不曉得 你完全不清楚 所以不知道到底是我們 社外人士有誰講這樣的話 當然不管如何啦 我想請教部長的是說 到底美國對於兩岸政策 到目前為止 未來當然台灣一定會有總統大選 大選後誰執政也不知道 但美方的兩岸政策 會不會受台灣內部總統大選的影響 而有所改變 還是說美方會相當堅持 在美中台三邊的利益上面 還有三邊的關係上面 它的底線是什麼 是不是有所謂的說一個中國 這樣子的一個立場 其實美國對整個 對於亞太兩岸的政策 其實它主要就是 也包括台灣關係法 當然也包括美國自己的一個中國政策 這個是一個整體 還有美國跟中國大陸的三公報 我想這個架構其實多年來都是一樣 但是美方現在最關切的 還是整個東亞地區的和平跟穩定 就站在和平穩定的角度來看 他當然希望台灣跟中國大陸之間 能夠維持這樣的一個對話 能夠維持這樣的一個協商 能夠來解決一些若干的問題 能夠把這個情勢能夠穩定下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美方的關切 所以基於美國對這整個 亞太區域的安全的關切 它是不是一樣 就是說希望未來不管哪一黨執政 在美方的一個中國 美方是講一個中國政策 他的一個中國政策上面 能有所呼應 是這樣嗎 是美方的所謂一個中國 其實是涵蓋台灣關係法在內 也就是美方並沒有接受 這個中國大陸對我們的主權 我想這個立場其實大家都了解 就是美方當然有些地方 他沒有辦法說講得完全完全的精準 可是美方對兩岸關係的發展 是非常的重視 他希望我想兩岸關係的發展 不要影響到區域的和平穩定 我想這樣一個立場應該是有 所以美方其實他在拋一個訊息 不管這個所謂的 社外人士是誰 看樣子這個消息是有點故意要露出來的 就是要讓蔡主席知道說 美方在一個中國這個議題上面 他站在什麼樣的立場 可以這樣解讀嗎 我相信因為蔡主席 因為他有很多同仁 事實上對台美關係 其實都有非常多的研究 我想他們自己會做解讀 那你怎麼樣看待前陣子 其實前幾個禮拜而已 習近平所講的那四點 也是圍繞在一個中國 九二共識 他拋出這樣子的講話之後 美國方面有沒有回應 不管是公開或私底下 就你們的外交這個情資來講 或者相關訊息 美國方面對於習近平所講的這幾點 這四點有沒有任何的 我想美方基本上是認為兩岸關係 目前是處於一個和緩的一個情形 包括這個M503 這個相關的協商在內 那事實上這個所謂九二共識的部分 我想大家也了解 大陸有大陸的重點 我們有我們的重點 但我們認為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兩岸之間並沒有隸屬的關係 我想這個一些基本的概念 其實我們都了解 所以美方基本上並不理會習士點 可以這樣講嗎 反正你中共方面 北極方面 照理講就會講的事情 是這樣嗎 至少美方從目前各方面的跡象來看 我只是說美方並不意外 美方認為兩岸的關係 基本上還是處於一個和緩的局面 也就是九二共識 事實上還是我們跟大陸之間 大家都可以接受這個說法 所以美方也認同九二共識 可是裡面的重點是不一樣的 所以美方也認同九二共識 美方基本上是認為九二共識 事實上對兩岸的和緩是有幫助的 那美方會不會相對延伸九二共識給未來 萬一就是說民進黨有機會執政的話 他會不會希望民進黨也繼續延續九二共識 這個部分我不曉得 因為至少現在兩岸關係的和緩 是美方樂於看到的一個事實 我想這個是一個美方的一個角度 如果九二共識有助於兩岸關係的和緩 那美方會不會這樣子 在現階段是這樣子 可是美方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提出這方面的要求 對不對 並沒有公開講 好 我再請教一下部長 那Ed Royce 他帶領了這個眾議員 來訪問台灣這個團 最近也一直提到TPP的事情 我看來他也接受了專訪 他似乎很樂觀的來講說 台灣有機會加入TPP 那不管怎麼樣 就算有機會加入 我們大概也是第二輪談判的 那第二輪談判什麼時候開始 也不知道啦 因為你必須要既有的 十二個成員國完成談判 而且要這十二個成員國 全部都同意台灣加入 所以到底什麼時候 其實變得有點講空話 因為美方的官員 不管多高層 不只一次 已經數十次講說 我們同意 我們也樂見台灣加入TPP 所以到現在就是 沒有任何實質的東西 是卡在哪裡 是卡在利益交換 沒有辦法成功 還是說我們提出來的東西 他沒有辦法接受 其實委員 我覺得基本上 因為這個是一個持續 一個ongoing的process 因為也就是說 我們跟美方 現在是在TIFA的架構之下 附談 那事實上已經舉行過 兩輪的會議 還有若干次的工作會議 那我們今年就是希望能夠 第三回合的 這個TIFA附談能夠繼續 那將來如果能夠 第三回合的TIFA TIFA的這個談判裡面 會不會談到相關的議題 議題 他都會交換 比如說 這個美牛美豬的問題 因為現在美牛的議題 到美方認為 應該是可以妥善的處理 美豬的部分 其實Ed Royce也講得很清楚 他其實他並不希望說 美豬的議題 要能夠來 整個破壞 整個協商的過程 他認為這個事情 應該還是能夠找到一些方式 從Ed Royce的角度 或者眾議員的角度 他認為 台美雙方可以不談美豬 他認為應該要找到一些談性 看怎麼樣能夠來做適當的處理 並不是說完全不談 就是怎麼樣能夠來一個處理 大家可以比較能夠接受 我想他有提到這一點 所以美豬這方面 我們有可能也會守不住 不會 我想我們政府來說 因為牛豬分離 我想這個是一個既定的政策 在目前的情況 我看不出來有這個可能 可是Ed Royce說 美方對於豬肉的議題 他希望 這個Ed Royce他自己告訴我 他希望這個部分 能夠找到一個 談性的方式 可是那個史如群 並不能說 並不表示說 我們要做讓步 沒有 也就是說 台美關係 我想現在其實持續的在發展 會變成比如說分階段 或者是說 用什麼樣子時間上的 談性去換取 因為他並沒有講得那麼清楚 事實上去年 台美貿易已經670億 台灣是美國的 第十大的貿易夥伴 我想這些事實 美方也應該注意到 就是Ed Royce他主要的觀點 就是說台美的議題 之間的議題很多 那豬肉的議題 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他希望說 不要說因為這個議題 影響到整個的協商 我想他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可是並沒有講得很明確 其實豬肉跟美牛啊 站在台美的貿易上面是非常 非常小 沒錯 但是問題就是那個非常小 他所引爆的政治效應 很大 他的經濟效應或許不大 可是就是這個政治效應才可怕 所以他也有可能是未來 台美在相關談判上面 最大的阻礙 他可能是最小的貿易額 可是他是最大的政治障礙 那這個部分 因為Ed Royce他只是說 他希望能夠去提供一些協助 所以他不只提到這個TPP 他事實上也提到BIA 事實上他也提到TIFA 他說他都願意來協助 那我們是 他是我們的朋友 那我們也希望說 透過他能夠做進一步的工夫 所以部長你期待說 在美方在TPP這方面 這樣有賴於他現階段 這一回合談判的完成 你有沒有預期什麼時候 他們可以完成 這一階段 因為目前好像在夏威夷 是進行這個階段的協商 因為看起來 日本方面是做了一些讓步 所以說可以看得出來 也許 最快 你認為最快是什麼 要看這個禮拜 我覺得後續的發展 今年有沒有可能 如果說你這個禮拜的協商 能夠很順利的完成 那接下來當然就比較容易 其實我也問到TPA的問題 就是Train Promotion Authority的問題 那事實上 美方事實上也沒有把握說 到底TPA 是不是能夠在這個下一個會期 能夠順利的通過 我想這些議題都有直接 都有相互的關聯 而且接下來 那其他國家也在看 接下來又卡在美國 也要總統大選 對 對 對 也就是說如果能夠在7月底之前 就是在上半年 假如說能夠有一些 很明確的一個進展 我覺得可以做一個判斷 目前來看的話 但我們還是做一個比較審慎樂觀 我們覺得說是有一些進展 是不是能夠完成談判 真的到目前為止 也沒有人能夠講得十分的肯定 如果照這樣看的話 我們要加入第二回談判 還是有一點 這個可能都是要到明年以後的事情 因為現在包括韓國 包括我們 包括菲律賓 其實都有這樣的一個意願 那其實我覺得台灣加入TPP 是台灣可以做它的貢獻 就像我剛剛提到 台灣是一個重要的貿易國家 不過 部長 加入TPP 如果說你說講貢獻兩個字而已 我是不贊成的 我們當然要利益 怎麼可以只有貢獻 對不對 兩者都有 談得要死 結果只有貢獻的份 沒有拿到好處 怎麼可以 所以我們的談判團隊 貿易都是互利的 貿易都是 是互利沒有錯 貿易絕對是互利的 我們不能 這個互利是彼此界定 我們不能 到後來我們只是 好像提供東西給人家 我們都沒有拿 那不會不會不會 所有的貿易 所有的貿易都是互利的 好 部長 沒有關係 我再請教一下 最後一個問題 活路外交到現在 也六年多的時間 總統任期大概剩下一年多 一點點 剩下這一年多的時間 我們在外交這部分 活路外交後續的重點是什麼 有沒有 還是說外交部認為說 其實就剩下一年多了 就這樣過去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外交部對所有的工作 都非常的認真 非常的積極 我想外交部是一個專業的團隊 我們117個 沒有企圖吸引 我們絕對是有的 我想 那最大的企圖 部長你講一個 未來一年內 外交部最大的企圖是什麼 我想最主要的其實就是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我們整個區域 亞太地區的和平跟穩定 第二個就是整個亞太地區的 這個區域經濟整合 台灣所能夠 所做的努力 所以一個區域穩定 一個是經濟整合 對 這兩個事實上 還有我們跟新興國家之間的合作 其實委員會注意到 我們現在跟印尼 其實印尼前幾天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突然 最後一個實際的問題 總統最近要不要出訪 這個我們還在評估 有沒有 未來一年內有沒有出訪計畫 還是放棄了 未來一年內我們會評估 會 我們基本上是希望 他應該還是要出訪 他還是總統 最適當的機會 對 我們當然會找到適當的機會 會做進一步的評估 會 最適當的機會還有什麼嗎 接下來的 這個因為實際還沒有成熟 不過我們會在做規劃 所以一年內會有出訪 我相信會 你相信會 哪些國家還沒去 現在所有的國家 總統都去過 都去過 邦交國都去過 邦交國都去過 事實上當然也有一些國家 這個年底之前會選舉 會有新的總統 我想這個部分也是我們一個考慮的 你看 除了邦交國之外 一些非邦交國或國際組織 外表部也要努力一下 看總統有沒有出訪的機會 我們願意來努力 我們願意來努力 謝謝 好 謝謝